我母亲就常常用闽南语 来念咱们中国的古诗 我母亲就这样子 受到中国的文化的熏陶 也常常小的时候 跟我们念给我听 念中国的古诗 我念一首给你听听看 我用闽南语念 看你听到都听不到了 用刘春风金鸭鸭 一杯楼酒蒙青天 为何非有中规律 南语就无再效力 这个就是杨柳春风今夜闲 一杯酒酒问青天 为何花有重开日 人却从无再少年 我母亲跟我讲这些诗诗 歌父的时候 年纪已经算是渐渐老了 她也希望再少年 对不对 当然讲到的 念这个诗给我们小孩子听 也希望我们小孩子 能够认认真真地去 去明白一件事情 明白台湾跟中国大陆的 真正的学院关系到底在哪里 因为台湾人被日本统治51年了 日本人早就把台湾跟中国的元素把它切掉 我举个例子 台湾人现在讲的话叫什么话 台湾话 其实错了 这个世界上没有台湾话 只有闽南语 闽南语 日本人在1894年 交互战争以后 进入到台湾 就严禁台湾人说 你们讲的话就是闽南语 我们叫闽南语 怎么叫闽南语 就是这个 漳州泉州一带的话 叫闽南语 你们不能讲你们的话叫闽南语 为什么 闽南就是中国的嘛 知道吧 所以要求台湾人要讲说 我们讲的话叫台湾话 台湾话是这么来的